台风来临前,吉安向游淑珍很关心乡内农作物的房台状况 23号上午是在吉安农会总盖市张德琪 还有农业科长彭连祥的陪同之下,下乡关心农情 游淑珍表示说这两天,农民正忙着加强各项的房灾准备 乡公所也会就农民的需求给予帮助 减少农民的成本,也要降低风灾损失 吉安乡长游淑珍,农会总盖市张德琪 还有农业科长彭祥连 先后前往吉安乡水稻育苗地 还有木瓜溪提防旁的芋头田 来关心水稻插秧以及芋头的房台准备状况 游淑珍表示,乡公所持续关怀农民需求 在经费益助上也更符合实际的需要 台风来临前也加强了宣导防灾准备工作 烟花台风来临之前,因为吉安乡是以农历乡 过去都是农民非常多的种子 所以在这几天也来关心农民的一些种植 那当然站在我们吉安乡公所协助农民的立场上面 除了要增加这样的关怀度需求性的认知以外 在任何的一个防范未来的预设立场上面的一个经费的着重 还有未来再规划整个经费在益助的能力里面 会因为更贴切地方的需要会更到位 所以今天特别在大雨来临之前 然后先来跟我们的农民做好这样的一个宣导工作 虽然台风有偏移的这样的倾向 但是我们防范跟预防的这样的重要工作 还是要做到更到位 吉安乡农会总干事张德琪则指出 一期到座已经收割完成 二期央苗也做了防台防护准备 但是目前芋头的防台是比较让农民担忧的地方 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吉安的另外四宝之一的吉安芋头 因为吉安芋头现在成长大概是到八成熟的时候 那现在的渔业正大的时候 那如果台风来会造成渔业的破损 然后也会造成它快筋 因为它落筋吸收营养成分的落筋的部分会断裂 那这样子第一个它的芋头就会腐败 那芋头越破损也没办法造成官耳作用 所以这次台风农民也还在观察 那据我们了解这些农民 他目前都还没有准备砍业的动作 那砍业会造成我们的芋头块不会继续再大 那目前大概都在400到600公克 那如果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成熟的话 大概可以涨到1000公克到1200公克 所以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 吉安相公所强调 平常就透过农业生产群主及产销群主来进行防灾宣导 随时提醒各项防范措施及注意事项 同时也掌握了台风动态 而如果发生了台风灾损 也会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 尽数协助农民复耕 减少农业的灾害损失 这里会前相报道